今天我们离开如火如荼的英国宗教改革 也暂时放过法兰西和神圣罗马帝国那些小邦国的宗教纷争 我们来看一看风景这边独好的西班牙 在宗教改革当中西班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 这个国家特别有意思 它最有名的可能就是有一个建了140年的烂尾楼 那个圣家堂 它是赎罪教堂 到现在还没建好 据说2026年可以完工 他们这个性质真的是有点慢的 不过人家也不着急 这个是建给上帝的工程 它必须是最完美的 这个慢性质也表现在宗教改革上 他们不仅仅是慢 他们是完全没有赶上车 宗教改革好像和它什么关系都没有 其他的地方都快翻天了 但是它依然平静如水 岁月静好 天主教在这里依然是根深蒂固的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这个现象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它的地理位置 我们知道历史和地理是不分家的 你要了解它的历史 你必须要先知道它的地理位置 西班牙的文化是非常特别的 很多历史学家呢 不会把它列到欧洲文化里 他们认为西班牙应该是一个非洲国家 这把西班牙给气得快疯了 西班牙自己是不承认的 事实上呢 你说它是非洲国家确实有点过了 不过呢 它确实不是非常典型的欧洲国家 因为它和欧洲有着天然的地理屏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形图啊 它的北面呢 是和法国隔着比利牛十三啊 在中世纪的时候 这个翻山可不容易啊 对吧 那你怎么办呢 你就 这个就是天然的屏障 它的西边呢 是大西洋 东边呢 是地中海 所以呢 它不是上山 就是下海 去哪里都不方便 南面呢 是直播落脱海峡 那穿过海峡呢 就是非洲 所以确切的说 它是属于南欧的地中海文明 你这样形容它会比较恰当 这个位置呢 就导致了它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地位 当东边的君斯坦丁堡 为欧洲守护大门的时候 防止穆斯林进攻的时候 穆斯林它就往北非 穿过直播落脱海峡 登上了伊比利亚半岛 而且呢 它还没有援军 它是陷在孤岛里的 在古代的时候 我们知道山和水都是天然的地理屏障 抵挡敌人 当然你也会抵挡友军 援军过来就很不方便 那你大部队的资源就会比较困难 所以全靠自己硬扛 当年的穆斯林可是一直打到法国的 就是现在法国的地盘 当时是打到土耳 后来呢被铁锤查理给打回比利牛13的南面 所以呢 铁锤查理就守住了欧洲 从此西班牙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 这里聚集着穆斯林 聚集着犹太人 当然还有基督徒 西班牙从西罗马灭亡开始 这里就一直是有战争的 从来没有消停过啊 他先是蛮族的西哥特人占领这里 西哥特人皈依了基督教以后呢 没消停几年 穆斯林又打过来了啊 那好不容易势力平衡了 天主教的小国家就开始轰轰烈烈的收复斯帝运动啊 那这个运动持续了700年 所以可以说他们一直是在打的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 当宗教改革在欧洲到处打成一片的时候 西班牙反而消停了这么一阵子 这个独特的位置呢 决定了他有非常强的海军啊 这个也让他有率先出海远程去责民的机会 后来呢 从新大陆源源不断的运回来的白银 让他根本不差钱啊 所以当英国被法国打回小岛 憋着劲儿去默默耕耘的时候 西班牙就开始拿着钱到处打仗 整个欧洲到处打啊 和法国意大利得意志 他是硬生生把自己给打穷了 你纵观他的历史 可能就是在宗教改革那一段时间 他稍微平和了这么几百年 这是一个曾经非常绚烂的一个地方啊 一个国度 他的文明也很 很多元化 但是呢 我们知道在近代这个国家 确实没有什么存在感啊 他最有存在感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去南美洲去旅游的时候 到处讲的西班牙语啊 这个时刻提醒着我们 哎 这个西班牙曾经有多辉煌 一般呢 大家在教会历史课上 很少会提到这个国家 西班牙好像缺席了宗教改革 除了说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会提到他 另外几乎不太会说到他 那确实啊 在腥风血雨的欧洲宗教改革浪潮里 西班牙是一个小清新啊 他岁月静好 波澜不惊 西班牙在欧洲的宗教改革浪潮里面 他不仅没有发生宗教改革 相反他还成为天主教的定海神针 其实这个和西班牙当时的历史环境 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刚才说从公元八世纪开始 阿拉伯人就开始进入了北非 但是呢 他们没有在北非停留太久 就直接穿过直布罗托海峡 在西班牙的南部 就建立了一些稳定的一些部落王国 那当时呢 他有一些非常有名的那个王朝呢 叫五麦叶王朝 有些翻译把他叫做欧玛亚王朝 就是我们那个汉文的那个书里面 记载的那个叫白衣大石 那这些呢 那个北部靠近比利牛十三地区呢 那是基督教一些松散的小国家 那渐渐的这些小国家呢 通过几百年的通婚和合并 那么在中北部有三个国家比较强大 从西到东呢 一个是葡萄牙 那个国家呢 是蛇自军东征的时候 顺便帮他们打下来的啊 后来教皇承认他的主权地位 所以呢 葡萄牙是坚定的天主教信仰 还有两个国家呢 就是卡斯提利亚和阿拉贡 阿拉贡这个词大家很熟了啊 我们在讲英王亨利巴斯宗教改革的时候 提到这个阿拉贡啊 就是亨利巴斯的那个原配的太太啊 阿拉贡的凯瑟琳 就是这个国家的公主 阿拉贡的国王呢 和卡斯提利亚的女王伊莎贝拉结婚 从此这两个政权正式合并 成为西班牙统一的标志啊 统一以后呢 这两个国王都很厉害啊 他们一路向南 收复了曾经被穆斯林侵占的伊比利亚半岛 一直到1492年 这个战争打了十年啊 最后把一个把最后一个穆斯林王朝 也赶出了半岛 也是在1492年的同一年啊 伊莎贝拉呢 就资助了哥伦布出海 哥伦布在找伊莎贝拉女王之前 他找的是葡萄牙 因为葡萄牙领海嘛 那葡萄牙那个时候的航海其实特别的先进 因为葡萄牙有一个王子啊 是国王的第六个儿子 还是第几个 我不记得了 反正呢 他在聚存权这个牌位上比较靠后 他当不了国王 他呢 业余时间 他就搞点自己的爱好 他非常痴迷航海 他就创建了一个航海学校 培养了很多的航海人才 他们是非常专业的啊 所以当哥伦布去找他们的时候呢 他们就听了哥伦布的一些想法 结果哥伦布说我要向西进行航海去寻找印度 他们就笑了啊 笑他什么呢 哎 这哥们儿地理太差了 或者说他数学太差了 葡萄牙的航海专家 他们非常肯定的知道 虽然地球是圆的 但是你向西走 你绕的是远路啊 是长半径 你只有向南绕过非洲黑大陆啊 再向东 才是找到印度的正确途径 当时穿过地中海走 苏伊斯运河这个航道已经没有了啊 苏伊斯运河在公元八世纪的时候 被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给废弃了 这个时候你要往印度的贸易路线 全部被穆斯林掌控 他们就一直在寻找 这个航海啊 从海路走 那他们就一直向南绕过非洲大陆的好望角 然后再向东啊 所以呢 葡萄牙呢 他一直在研究这个航线 所以他已经研究了很久了 当哥伦布一开口说 我要向西绕地球半圈去印度 哎 葡萄牙的专家就笑了啊 那葡萄牙的王室就没有资助他远行 然后他就掉转车头 他就去找了西班牙 在西班牙不一样啊 那西班牙双王打仗很厉害 但是他不是航海专家 那航海这两个王都是不怎么 不怎么懂的啊 那就被这哥们忽悠了 他们就掏钱资助了他 在出发之前 他向上帝做了个祷告 说他得到的一切都献给上帝啊 结果呢 他歪打正早 发现了美洲 上帝真的是很有幽默感的啊 人的聪明 其实真的非常有限 有的时候数学差的 反而能够中个大奖 概率这个事情吧 说到底还是在上帝的手里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 西班牙这个国家的那种个性啊 他简单相信 但是他的命也不错啊 他能稀里糊涂的混到今天 全靠上帝的恩典 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呢 三大宗教 他一起共同存在 长达七个世纪 这个对西班牙的特征 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所以西班牙的文学和艺术 和欧洲大陆是非常不一样的啊 你们去西班牙去旅游 很明显的 你能感受到这一点 我们这里就不展开了啊 但是我们不要天真的以为 半岛上的三大宗教的共存 好像他们就很早就开始宗教宽容 其实不是的啊 你想想看嘛 这三大宗教我们都是很了解的 犹太教是非常独立的 而且非常霸道的 他们很玩梗的 两次犹太战争 他们不是白打的啊 那伊斯兰也是啊 也是非常霸道的一个宗教信仰 他是马背上的征服者 基督教呢 在教义上是绝对排他的啊 所以这种共存 他不可能是和平的 往往是伴随着一些战争 中世纪的人呢 又是上午的啊 他们是歧视精神 他没有那么多政治正确的事 所以呢 那个时候啊 整个半岛上 其实和平的时间并不长 虽然大规模的战争不多 但是小范围的征战是很常见 在穆斯林处于统治地位的时候呢 犹太人总是一个处于不利的一个少数族裔啊 那但是我们知道穆斯林对付少数族裔是用什么手段 就是你要交税啊 所以呢 他们是支付高额的税收来维持自己信仰上的独立 在穆斯林手下 国家所有的税收都是压在异教徒身上的 这一招呢 在天主教双王时代你就不好死了啊 天主教双王就直接发了一个次令啊 就让他们现实改宗 你要不就改姓基督教 要不就走人啊 他们简单粗暴 那你要知道他们是三明嘛 三明就是这么的爽直啊 其实看民族性 你看他的地理位置是很有关系的 在中古时期 三明一般是比较勇敢的 也比较忠诚 平原地带的农耕地区啊 他远远的看到敌人来了 你还可以跑啊 但是三明跑起来就没这么容易 你必须团结起来战斗 所以彪悍的民族 基本上都住在山里啊 比如说像苏格兰 比如说像瑞士啊 比利牛斯山三脚下的那些基督教王国 当时就是这样的 特别能打 当然了 现在的西班牙不是三明了 现在的民族性呢 你也不能再用地语来形容 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是这个国王次令 他不是在反犹 他不是反犹太人 他也没有反穆斯林 他反对的是他们的宗教信仰 而且当时在国王的身边 他们的顾问 秘书和财政官 还有一些医生 大部分 很多啊 应该说是犹太人 或者是穆斯林的改宗者 所以他这个次令是针对的是宗教 而不是针对的是种族 这个我们要分清楚啊 这个和希特勒的种族 吐杀那是两回事情啊 这个政策呢 也是在1492年夏天开始实行的 这个就是天主教双王统一伊比利亚半岛的同一年 也是哥伦布远航的这一年 历史学家呢 关于被驱逐的人数 经常说哎呀有好多啊 有个十五万什么的 其实这是有点夸张的 因为当时在西班牙的犹太人 一共只有十万左右啊 因为在这个之前 已经有过一波改宗的命令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该跑的也都跑得差不多 那这一波呢 又这个时候的犹太信仰的人数啊 其实整体已经下降了很多 但是在这一次 他们大概又跑了大概五万人 但是走了一年多以后 又有陆陆续续回来的 跑走的那些呢 可能就去了一些波兰啊 那些东欧的国家 但是愿意背井离乡的人 毕竟是少数啊 对吧 犹太人到哪都会做生意 你一做生意你就不舍得跑了嘛 那大部分人不愿意走 怎么办呢 那信仰和生活二选一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办呢 那人的智慧就出来了啊 他们就选择做一个信仰地下党 于是呢 在大社会的内部 事实上呢 就构成了一个一个的小社会 在信仰上 我和你打擦边球啊 或者宣传四肢而非的一些信仰教义 那正统的天主教会 对他们就会特别的怀疑 那怎么办呢 就为了对付这批信仰上的老油条 当时非常虔诚的国王 就和天主教联合起来 强化他们的宗教裁判所 所以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是这么来的啊 它有两个功能 一个呢 是鉴定你的信仰是不是正确 你是不是异端 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辅导各个地方的宗教活动 保证不要被那些信仰外来户侵蚀 说白了呢 就是专门针对这些信仰地下党 穆斯林呢 就没有像犹太人这么好对付了 穆斯林是公开和他们唱反调的 因为他们主要聚集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南部 他离这个北部的权力中心比较远 所以他们就放胆的维持自己的信仰 一直要到查理五四做西班牙国王的时候 查理五四还是推行他爷爷奶奶的政策 他不皈依就滚蛋 那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次起义 当时在非洲的那些穆斯林浩浩荡荡的还过来来支援 这个是当时的境外反动势力 他们从非洲和土耳其那里都跨过海峡过来帮忙打仗 这个起义后来招来了官方执行了大规模的人口驱赶政策 这个规模确实比较大 有将近30万人遭到驱逐 这个在欧洲历史上是属于规模空前的驱逐行为 这两场著名的驱逐活动 就给西班牙留下了一个宗教不宽容的一个永久的印记 后来各种历史学家都反复的拿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来说事 但是穆斯林对基督徒的征服和人口屠杀政策 他们是不敢说的 穆斯林杀基督徒可以 但是你天主教敢人你就不对了 这个很明显是双标的 我们知道现在的历史都已经进入数字化成档了 大家可以将数字拿出来比对 就很容易纠正以前不一样的观念 我们被反神的那些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带偏 其实已经很久了 当基督徒于15世纪建立了宗教裁判所以后 他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对付犹太人和穆斯林省上 而不是在基督徒中间寻找异端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西班牙新教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民间根本就不care什么马丁路德的思想 在他们眼里犹太人和穆斯林才是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这种驱逐他往往是有经济后果的 他的经济后果是超出这两个天主教双王想象的 犹太人和穆斯林都是比较喜欢经商的 他们比较喜欢做生意 他们的离开就导致了半岛的人口结构的变化 它使西班牙没有赶上工业革命这个东风 因为你没有人 你没有技术 对吧 你光有钱有什么用 虽然白银花花的运进来 但是白银会导致通货膨胀 因为你没有商品 那你为了控制通货膨胀 你就只能向外扩张 所以中世纪以后 我们尽看到西班牙和别人打仗 就是这个原因 在任何时候 其实人口都是神的祝福 而不是负担 圣经告诉我们 神要我们生养众多 对吧 那你如果担心人口太多 地球资源枯竭 这个在本质上是对神的供应的不信任 当你觉得人口太多造成困扰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回转归向神 要祈求神的供应 而不是消灭人口 这个是基督徒和无神论 关于人口问题最大的区别 我们要是去看主流历史学家的那些书 他们会告诉我们 说西班牙之所以没有发生宗教改革 主要是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西班牙是绝对的君主制 西班牙的国王都是忠诚的天主教徒 第二就是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 他压制了异端的声音 第三个就是西班牙他的民众都坚决的抵制宗教改革 那其实现在随着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 就发现这三个观点其实并不成立 首先国王的宗教信仰 他并不能决定民众的宗教信仰 更何况随着对16世纪西班牙社会的深入了解 国王在社会的实际影响力 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因为我们知道宗教改革是1517年 对吧 那西班牙统一是几几年 是1492年 这个时候才20多年过去了 那中央集权还根本不可能形成 其次呢 就是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 他实际上他针对的是犹太教和穆斯林 他并不是针对路德教的 那第三个呢 是西班牙的民众也根本没有坚决的去抵制宗教改革 更可能的情况呢 是他们对路德的思想根本就不了解 他们也不care 西班牙的社会他没有爆发像英国 法国那样的激烈的宗教改革运动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民众社会 而不是西班牙的君主体制或者他的宗教体制 那么为什么西班牙的民众不乐中路德教呢 这个就要来看一看西班牙的历史和他的环境 其实信息是自由流动的 在16世纪初路德的思想确实也流传到西班牙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路德早期的作品 他是用拉丁语写的 那你要把它翻译成西班牙语有一个过程 你要花费时间 再加上西班牙在印刷技术上相对来说比较落后 大部分普通民众他很难接触到路德的作品 那些会外语的西班牙人 那些外交层面的人 他们确实可能有人见过路德 但是呢 他们只是对路德表示钦佩 但是对他的思想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他们也没有将路德的思想带回到国内 那就更加不要说普通民众去了解了 在1525年的时候 西班牙政府颁发过一道反对路德作品的法令 但是在接下来的25年里面 没有再办法过类似的 这个不是说因为他们做得好 实在是因为没有必要 一直到16世纪中期 只有在卡斯蒂利亚出现过一些新教团体 而且人数也不多 可见啊 在大部分16世纪的西班牙人 他们对路德的思想既不了解 也不感兴趣 而且对于乡村地区的民众来说 路德的存在就更加遥远了 在西班牙的乡村 天主教传统和习惯是有着非常强大的惯性 连后来的1565年之后的西班牙天主教 他实施的内部改革 也难以撼动这些地区的宗教习惯 他们老一套的做法依然保持着 那就更加不要说新教了 对吧 你根本不可能去改变这些乡村的宗教习俗 我们知道农村往往是比较守旧的 你新教思想太激烈了 一般是很难从农村开始影响的 新教的革新往往是从贵族开始的 因为贵族认字嘛 诗字读书想得多啊 想得多你就容易出幺蛾子 思想的创新和进步 往往都是精英阶层推动的 特别是在中世纪啊 这个特别明显 总而言之 16世纪西班牙人对路德的不了解 甚至可能毫无兴趣 这个才是让宗教改革难以在西班牙 这块土地上门发起来的原因啊 那我这么说呢 可能天主教就不同意了啊 天主教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我们也承认啊 确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在宗教改革之前 其实西班牙就已经进行了非常强有力的宗教革新 我们知道在宗教改革前期 天主教内部他自己是进行过改革的啊 但是在欧洲他是失败的 他们甚至为了改革还开了三次大会啊 就是什么比萨会议 君士坦斯会议和巴塞尔会议 但是呢都没有什么进展和成果 在西班牙就不一样了啊 西班牙呢 天主教双王在1492年统一西班牙之后 他们直接就开始了宗教革新 这个是西班牙统一以后的后续工作 你不能光收复国土 宗教信仰你要同步跟进的嘛 你把那个穆斯林打赢了 你把那个土地收回来了 你的信仰就要跟过去 所以呢当时的女王啊 伊萨贝拉他就任命了三位宗教领袖 开始在西班牙进行宗教改革 其中有一位呢非常有名叫西马来斯啊 他是方济会的修士 后来呢就成为多列度的大主教 他是一个真正的策划改革 推动改革并且改革成功的一个人物啊 这一次改革主要是改革圣品人员和修道士 西马来斯呢 他是为他为所有的修道院啊 都定立了非常严格的规条 神父呢就强迫过非常道德的生活 你不能像中世纪的那种神父那样 过得非常堕落的生活 你如果很无知 或者你如果很无能 那都要被革职的啊 其他人呢就被送到那些他设立的学校 到那边去学神学啊 去补课 所有反对西马来斯的人 最后到到那个女王那里去告状啊 但是告状是告不尽的 女王是绝对支持他的 所以所有反对势力都被女王给铲除了 当时呢 那个教皇也曾经来干预 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改革都是有阻力的嘛 因为你会动到别人的蛋糕 教会上千年的关系积累 到处都是关系户啊 你改革的时候 你肯定会触犯到一些人的利益 教皇来干涉的时候呢 都被女王给挡住了 所以呢 当时这个强势的伊萨贝拉女王 对这个宗教改革也是非常的有作用 改革的结果呢 就是西班牙教会得到了 既爱神又很能干的那些圣职人员 他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进化 但是教会的其他方面几乎保持原状 他没有动到教会的体制 教皇呢 依然是教会的元首 圣品阶级呢 依然还是存在的 天主教对祭司和圣礼的观念呢 还是和原来一样的 这些都没有改 一切圣礼信条礼仪圣事 他们都不过问 他们针对的是人 他们对教义也没有任何的改变 修道院也没有任何的改变 他们只是针对人 进行了一场数字教育 这场改良呢 实际上针对的都是个人的道德修养 知识水平的提升 宗教道德的进化 所以这个呢 我们不能把它称作是宗教改革 这个也是新教改革 没有在西班牙落地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西班牙的教会体系 它得到了一些相应的进化以后呢 腐败就不那么的明显 也不那么的严重 不过这一切呢 其实也都是我们自己的猜想啊 也是一些历史学家的一些猜测 新教的宗教改革 为什么没有顺利的进入西班牙 其实这只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谜啊 后来我们知道 那个在1525年 那个法令颁布以后的30年时间里 宗教裁判所 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措施来反对异端 他们可能只烧死了一个 被只称为是路德教徒的人 所以到后来那个所谓的火刑啊 几乎消失了 因为他没有人可以烧 而且在那个30年里面 外面进来的那些书籍 是可以相安无事的流入到伊比利亚半岛的 毕竟那个时候书刊审查制度 根本就没有实施啊 只能说很奇怪 大家的宗教热情都非常的不高 好像民众对罗马天主教会 普遍非常满意 所以当新教思想进入西班牙的时候呢 老百姓就觉得 哎呀不可能吧 教会怎么可能有那么糟糕呢 我看还行啊 那可能就是这么个心态啊 这个和德意志地区各个国家相比 那对比就太强烈了啊 德意志诸侯看教皇不爽 那个是有历史传统的啊 从亨利四世和教皇干架 那个时候就是他们的光荣传统 但是在伊比利亚半岛上 持续了700年的收复失地运动 历代的西班牙那些小国的宗教使命 就一直和天主教紧紧相连 因为在这个半岛上 这些分散的西班牙小王国 他要完成驱逐穆斯林政权的 这个大事业 他必须进行统一啊 而且他实现这种统一的中介是什么 他中介就是信仰 就是天主教会 一个基督教世界 因此在西班牙王国的 世俗政治权利和教会权利 它是高度结合的 这个也是几百年的传统 天主教是他们的年和祭 所以当天主教双王的孙子 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四继位的时候 他的梦想就很明显 他要将西班牙看起来很成功的教会内部改革推广到全欧洲 这个是他们的先进经验 他们要全欧洲推广 查理五四继位的时候好像才二十多岁 二十五岁还是多少好像 所以他事实上还是很天真 刚开始的时候呢 查理五四看马丁路德 这个人不错 蛮有思想可以用用 他曾经想过要利用路德的思想来改善整个教会 推广一下 这个套路呢 就是他奶奶在西班牙的那个套路 因为在西班牙你是行得通的嘛 马丁路德的那个说的那个教权腐败的现象 其实查理五四他是认同的 但是当查理在会议上仔细的听了马丁路德 非常激烈的攻击教皇制 攻击祭司制度和攻击圣礼制度 他就觉得这个有点太过分了 他希望路德能够放弃这种非常极端的看法 能够帮助他来做天主教内部的改良 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在沃尔姆斯那个国会当中 路德是坚持教会的大公会议是错误的 而且教皇也是会犯错误的 而且他还可以证明他们已经犯了错误 路德侃侃而谈的时候 听到这里查理就挥了挥手 他就意思就是这个会议可以结束了 查理他不是一个话语很多的人 我们知道他的下巴是有家族遗传缺陷的 地包天很严重 所以他说话挺费劲的 他话不多 但是他的行动力很强 他从此就下定决心要把新教从欧洲大陆上铲除 他认为这个是彻头彻尾的异端 你要动的是宗教的根本 但是马丁路德很坚决 他选择与罗马断绝关系 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 查理就坚决反对路德和宗教改革 他决定与教皇代表 就是哈德良联盟 要推翻路德和他的宗教改革 在1521年的沃姆斯国会宗教会议之后 美帝奇家族的非常奢侈的教皇 李二十四去世了 这个时候正好教皇空缺 就给查理有一个机会 那当时负责选举新教皇的宏仪主教 就进入了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停顿状态 选教皇难产了 那为了打破这个僵局 他们没办法就只能接受 查理这个皇帝 查理五四提出的这个人选 最后呢 查理选的人就成为了教皇 这个教皇就是哈德良六四 教皇哈德良是荷兰人 查理五四小的时候是住在荷兰的 那这个哈德良曾经担任过查理的家庭教师 他是一位非常敬虔的 也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天主教教徒 由于他完全赞同 那个西马来斯在西班牙的改革 所以别人还给他取了个外号 叫他是荷兰的西马来斯 所以呢 查理五四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这个教皇身上 按照皇帝的设想啊 那个教皇哈德良呢 应该能够将西班牙的改教运动带到罗马 因为他从罗马开始推广 然后推广到全欧洲 这只是他的计划 但是呢 结局很惨啊 一败土地 你要想意大利是什么地方 意大利是全世界出了名的老油条啊 教皇的职位都是可以拿来买卖的 教皇国的大本营啊 这个根基得多深啊 这深的可以穿过地壳城 地漫城 直接到达地河了 总结起来看 其实哈德良他失败有几个原因 首先他在意大利人当中 他是没有归属感的 因为语言不一样 他不但不了解他们的生存方式 他也不懂他们的语言 你当然可以讲拉丁文啊 但是在意大利生活 你在生活当中 你讲的还是意大利语 另外一方面呢 那些意大利本地的人啊 他们也不了解他 他的书记主教那些也都不了解他 哈德良是一个非常单纯 非常善良的人 他很单纯的以为 把西班牙的改革推到罗马 是一件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他也想得很简单 一直到抵达罗马之前呢 他还不知道教皇制度的腐化 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你如果要对付赎罪券的这个罪行 你就会彻底切断教皇每年的那些 数百万的收入 那教廷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机构啊 它是一个官僚体系啊 它是一个庞大的机器 它有数千的雇员和食客 所以你要推行西班牙教会的改革工作 你就意味着把这个数千人的职业 和他的收入都给剥夺了 你影响的利益阶层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所以他采取的每一步行动 都遭到了意外的阻拦和狡诈的反对 罗马教廷的朝臣们背后还在嘲笑他 他的敬畏和单纯都是他们嘲笑的笑点 我们可以看到人性是从来不会改变的 任何一个地方永远是嘲笑的人 比干活的人要多 你一出来侍奉各种嘲笑就跟着来了 你不干啥事没有啊 所以我们看到人真的是有罪 人性从来没有变过 在罗马呢 他又不像在西班牙 在西班牙你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女王在帮你 对吧 伊萨贝拉女王非常强势 但是查理五世的势力根本进不了罗马 所以他经过二十个月的无效的奋斗 最后哈德良还是死了 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教皇只做了一年多 在他的墓碑上 红衣主教请人给他刻了一行字 上面写着说 这儿躺着哈德良 他一生最大的不幸是被封为教皇 所以哎呀真的挺可惜的哈德良在位的时候 他做了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 就是他特地派遣一位使者到德国去 承认教会腐败的主要根源就是罗马教廷 这个其实是非常的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是官方的官方的认罪 但是还是一样 他这个行动还是被罗马教廷的人嘲笑 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具有深远的意义 因为他是以教皇正式的身份去做的事情 这项行动就导致了后来罗马教会改革的开始 因为在整个教廷当中 总是有几位比较属灵的人身居高位的 总是有好人的对吧 他们看到教皇的榜样 他们被他的精神所感动 所以呢 他的这些行为确实是唤醒了这批人的良知 所以他们的心中就挑起了改革教会的热忱 但是这件事情也埋下了教皇和查理五四之间的隔阂 所以在后来的意大利战争中 他们就翻脸了 教皇和法国联盟了 那个时候的教皇确实挺二的 是美帝奇家族的克莱蒙七世 后来还被查理五四的士兵给掳走了 反正也挺热闹的 也是一场闹剧 不要看单纯善良的教宗死得很冤 但是教会中还是有许多天主教徒 甚至是天主教的领袖 对改教派所宣扬的那些教义 他们其实是同意的 而且对他们的处境也是非常的同情 有许多的教义 他本身不是改教派产生的 而是中古教会的产物 因为中古教会里面有些人对于迷信的那些习俗 对教师的腐化堕落 他们其实也是很不满意的 而且也很久了 我们以前讲过 伊拉斯墨就是很典型的一个 在教宗反对马丁路德的教育公布以后 马丁路德向教会的总议会去上诉 那当时教会体制内的很多人是知道的 但是教宗本人反对开会讨论这些教育 所以他们就把马丁路德的上诉就搁在那里 就不闻不问 因为教宗认为你这种上诉 针对的是挑战的是我的那个基督的全权代表 这个地位 教宗他认为自己是基督的人间代理人 但是你要给改教派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正式的答复 很多天主教的教义 你要认真的讨论确实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他内部的那些改良人士就会提出来 我们还是要开一个会议来讨论这些教义 在这个同时 其实改教运动在各个地方已经展开了 罗马教会就继续赖在那里 使猪不怕开水烫 他就想躲过去 但是事实上是躲不过去的 所以当时的皇帝查理就非常迫切 他也想把新教和天主教合一 他不想让新教这个异端能够在欧洲带走太多的人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和金钱是挂钩的 你人口流失 信众流失 你流失的直接就是死亿奉献 这个对教会来说 对国家来说 其实都是一种损失 所以他就安排了几次会议 邀请了新教教派和天主教神学家 一起来探讨 来研读 但是呢 确实也没有达成什么协议 罗马教会中的那些热心的信徒 就继续提要求 要求改革教会 最后呢 教皇到了 教皇保罗三世这个时候 他就召集了一次大会 地点呢 在意大利北部的小城 叫天特 Trent 这个会议从公元的1545年 一直开到1563年 他是间歇性的举行会议 其中有两次 比较长达数年的修会 这个会议历经三任教皇 天特会议是罗马天主教 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他象征着罗马教皇制的成功 他没有被破碎 反而还坚固了 在这个时间段里 在德国 瑞士 法国 荷兰 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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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兰 他们的新教都已经 已经很成功了 都已经有了一些自己的信条 宣告了他们的信仰 所以呢 天特会议呢 也为罗马教会去拟定了一份信经 他并且采用了一本 叫信仰 门答书 这个就是有点模仿 新教的做法 这一场会议呢 就显出宗教制度的成功 他天主教的那个制度 他肯定了教宗的最高权柄 他没有任何改变 他纠正了许多教会的弊端 这个是他必须的嘛 他就是为了这个改革而开的这个会议 他也有点吸取了西班牙的经验 他为这些圣职人员预备了更好的教育 也对神职人员做了一些具体的规定 比如说你在大城市的教会里面 你要按照规定要向会众去开始讲道 也要开始讲解圣经 在那以前是不讲的 他们觉得老百姓不能知道圣经 因为知道了多以后容易出异端 因为老百姓受教育程度很低嘛 而且他也规定了教室要常住在一个地方认职 你不能坚持啊 你坚持的话呢 你对当地的信众你就没有影响力 他有很多的规定啊 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天特会议有一个事情比较重要的 我们要单独拿出来讲一下 就是天主教他为了对抗新教 他接受了赤经成为旧约的经典 这个把它当作正典 这个就很奇怪了啊 什么叫赤经呢 赤经又叫旁经啊 它就是指在拉丁文五家大译本 这个旧约里面收录的七卷书 我把它打在屏幕上了啊 比如说多笔传 尤迪传 马加比一书 二书 所罗门自训啊 这些 这几卷书的正典地位呢 它其实一直是有争议的 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是希伯来旧约里面并没有这几卷书 这个是在希腊文 其实是译本的时候加进去的 第二个呢 是犹太教在祖后90年才定赤经不是正典 这个是犹太教定下来的啊 那新约时代的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和哲学家斐罗 他们也不承认赤经是旧约的正典 第三个原因呢 是赤经中他没有一处自称是出于神的末世 相反呢 他有几卷书里面的关于提到地理历史和一些教义上呢 他还产生了一些错误 那我们知道圣经原文是无误的嘛 神的启示不可能出错的啊 赤经从来没有被主耶稣或者新约圣经引述过 奥古斯丁呢 他曾经以为好像赤经可以当作圣经的一部分 耶稣米呢 他也认为赤经在权威上是不及希伯来文的圣经 他可以用来造就信徒 但是不能作为信仰的依据 东正教呢 是承认赤经是旧约正典 但是呢 他也不作为信仰的依据 也是作为教义参考 特别是这些赤经 他对当时的新约的成书背景 他有一些描写啊 所以他们就把那一部分拿来作为参考 新教呢 是同意耶稣米的意见啊 把赤经排除在旧约正典之外 不作为信仰的根据 但是你可以把它当作属灵的读物 你去阅读 你尊重它 这是可以的 在祖后的590年 担任罗马教宗的很伟大的那个教皇啊 格里高利一世 他就已经宣布过赤经不是正典 但是罗马教徒 这个时候啊 就是那个天主教宗 那个时候为了和新教徒对抗的时候呢 他就要为自己辩护 对不对 那他要辩护 那新教指控他什么 指控他说你们偏离了圣经的教义 那他们就要说哎我们没有偏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这些行为在这些赤经里面都有记载 所以呢在1546年的天特会议上就把这些赤经纳入了旧约的正典 这样的话他们的行为就有合法性了对吧 比如说他可以继续为死人祷告 为死人祷告是在马加比二书里面的啊 他也可以向圣徒祈祷 这个也是马加比二书和八路书里面都有的 那在多笔传里面呢 可以像敬 就可以敬拜天使 那马加比二书里面还有关于炼狱的描写 所以天主教为什么会有炼狱说 他就是参考的是赤经 所以在1564年 这个教宗庇护四四就宣布啊 就是把这些赤经定为法定的圣经 把赤经也当作是旧约的正典 他就是这么来的啊 他其实就是为了证明 新教攻击他们 这个是不成立的啊 你们攻击我们这些道理都没有啊 因为我们是有出处的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新教改革并没有对天主教 有教义上的任何动摇 反而还强化了他们对自己教义的解释和强化 从这个意义上看 他们其实是越走越远了 总的来说啊 天特会议给了罗马天主教 在后续几个世纪里都提供了神学上的明确立场 对后来展开的步道 宣教和宗教战争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知道天主教是率先向新大陆传教的 新教要晚很多啊 新教出海传教要到第一次属灵大复兴之后才开始 向中国传教那就更远更晚了啊 这是第二次属灵大复兴的余波啊 应该这么说 正是因为这种教义上越走越远的状态 导致了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之间注定会有一场非常大的征战 这场宗教战争波及全欧洲啊 基本上所有国家都卷进去了 或多或少 宗教是一个原因 当然里面还夹杂着很多经济的因素 领土的纠纷 权力的纠纷啊 这都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总之在这个时间段是欧洲最乱的时期 宗教混乱世界就跟着乱啊 这个真的是一种属灵现象 再加上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新的一个现状出现是什么 就是火炮的普及 火炮这个是直接改变世界的啊 他从他使战争走出了冷兵器的时代啊 这个战争就变得更加的血腥 火炮的发明和使用可以说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 法国就是靠火炮扭转了印法百年战争的局势 打败了英国 奥斯曼土耳其呢也是靠火炮攻下了军斯坦丁堡 火炮的普及使用伴随着宗教战争 从此我们的世界就不再一样了 我们知道你面对面拿着刀砍人 这个其实还是有点难度的 特别是你看着别人的眼睛 你要一刀砍下去 你没有一点热血冲动 你是干不了的 但是远程打死人就不一样了啊 那复旧感你就大大的减轻 特别是现代战争 都是电脑操作的 你按一个按钮 就像玩电子游戏一样 特别是你奉命令去按按钮 那每一个人都是奉命行事啊 杀人的感觉就是感觉 好像你是走一个流程 这个就稀释了人的责任 完全抹杀了在杀人这件事情上的犯罪感 总而言之啊 武器越发达 如果没有信仰 社会其实是越堕落的 我们把话说回来啊 随着天主教的改革 特别是标志性的天特会议之后 接下去 新教教会所面对的是一个经过了改革和复兴的罗马教会 他们更加坚强了啊 因此呢 新教和天主教之间 马上就要展开一场更加激烈的斗争 我们下一节课呢 就来讲这些宗教战争 我们会先从法国的宗教战争开始讲 也会介绍一下他们带来的那些影响 这是我们下一节课的内容